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 太平间 值夜班 森墙是个无业游民 每天除了睡觉就是赌钱 把父亲留下的金山银山全都摆光了 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好在天无绝阵之路 三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在电线杆上看到一则 医院招聘太平间看门人的骑士 三强才不管是什么地方 只要有钱拿就行 他按照招聘骑士上的地址 找到了这家医院 这家医院建在城郊的一块荒地上 周围全是一人多高的杂草 医院一看就是很有年头了 墙体已经脱落了 院墙也倒了一半 看着有种阴森森的苍凉感 三强看着这个破旧的医院打起了退堂鼓 要摸了摸干别的口袋 一狠心一咬牙走进了医院 医院的大门是敞开的 连个看门的人都没有 三强走进了大门 来到了门诊室 竟然没看到一个人 他把医院走了一圈 也没发现一个人 他有些害怕了 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有人在后面拍了他一下 三强吓得撒腿就跑 后面的人大喊着 站住 跑什么 你来医院干嘛的 三强一听是人的声音 才停止了跑路 回头一看 就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 脸色苍白的中年女人 站在他的身后 你好啊 不好意思 我以为没人呢 这吓死了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来应聘的 我看到你们医院招聘启事来的 哦 我想起来了 我们医院是在招太平间的守夜人 你跟我来吧 好 女人带着三强来到了一个值班室 值班室里有个老婆 女人跟他打了个招呼 林叔 我把人给你带来了 你和他交代一下 你就可以回家去了 好好好 小伙子 你叫什么呀 大爷 我叫三强 哦 这里人都叫我林叔 你也叫我林叔吧 我原来是太平间的守夜人 最初他了 儿女 让我回家养老 医院才招人替换我 我跟你说实话 太平间值夜班是一件最轻松的活 薪水还不低 每天夜里十二点 你在太平间门外走成一圈就行了 其余的时间 你就可以睡觉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几个禁忌 你一定要记住 千万别违反了 啊 你说 三强一脸紧张地听着 这第一 就是半夜十二点 无论太平间里有什么声音都不要管 第二 只要是过了十二点 什么人什么理由 不尽太平间都不行 你也不要搭理对方 我跟你说的这两点 切记 哦 我知道了 哦 这是太平间的钥匙 我就走了 你自己千万要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今天是三强第一天上班 一个人在晚上看守太平间 对三强来说还真是一种挑战 要不是没钱吃饭 打死三强 他也不会来这里的 这个医院 给三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照常来说 医院应该是个人多的地方 再生意不好 这么大个医院 也会有几个人来看病吧 他自从来过这个医院 就没看到过病人 就连医生也就那么几个 一到六点 就像后面有鬼追一样 全跑得无影无踪 也就是说 现在的医院就剩三强一个人 连个职业般的医生也买油 他为了壮胆 在外面买了瓶最便宜的酒 带了进来 没钱买下酒菜 就拿着酒 直接往嘴里管 不一会儿就喝多了 都说酒壮雄人胆 他喝完酒之后 倒头就睡 半夜 三强是被一阵尿意给憋醒的 他看了看表 正好十二点 三强紧了紧身上的衣服 拿着手电 来到太平间的门口 走了一圈 刚要回去 就听到太平间里 传来了 砰砰砰的声音 他拿出钥匙 刚要开太平间的门 突然想到了 这是太平间 他吓坏了 太平间里装的可都是死人 里面怎么会有声音呢 难道是炸尸